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眼科醫師 黃佑加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也是媒體人李文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磁傷心理師林翠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資深狗仔葛思琦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要來看 就是說這個虐童事件 因為全台灣 我想現在都應該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怎麼有人這麼殘忍 那這個我想案情 大家應該基礎上都瞭解 就是說這個凱凱 她一歲十個月大 那她的爸爸現在不知下落 媽媽呢 這個是關在監獄裡面 那麼他們是住在新北市 那住在新北市呢 新北市就拜託兒童福利聯盟 來怎麼幫 來怎麼這個照顧這個 一歲十個月大的凱凱 那這凱凱她也這樣 那後來兒童福利聯盟 就把她這個拜託給 住在台北市文山區的這個保姆 叫 55歲 那定期兒童福利聯盟 就請這個社工 小姐她才二十九歲 就是每個月要去訪事 看照顧得怎麼樣 可是沒有想到這個保姆 跟她的妹妹 五十三歲 兩個對這個凱凱 因為現在檢調 已經去查清楚說 她這是長期的私虐 然後這個後來 因為這個不行了 送醫 然後這個才死掉 然後事情才這個爆開了 我先請教一下黃醫師 你有兩個小朋友嗎 你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心裡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看到眼淚都要掉下來 你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人可以殘酷成這個樣子 而且他是生過小孩的人 而且他的小孩子健康長大了 竟然他沒有一點感激之情 他選擇這個職業 不就是想要照顧 更多的小孩嗎 結果他的照顧方式竟然是 根本就是人渣 那我覺得那個小孩子 我覺得很可憐 他讓我想到就是 這個世界上是很現實殘酷的 你沒有錢 沒有事 沒有父母的小孩子 就是這麼可憐 因為他的小孩子 這個爸爸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他的媽媽關在監獄裡 這個保姆 其實有沒有那一絲絲就是欺負 人家沒有家庭可靠 有 沒有爸媽可靠 所以這種人罪無可恕的 罪無可恕 罪無可恕 如果是你是法官 你會怎麼判他刑 有死刑就判死刑 沒有死刑就判罪大疾刑 因為我覺得要警惕 我們的那個出生率 已經低到一個不行了 如果我們社會再顯現出 對這一些會虐待兒童的 任何人包容的話 那人家年輕人 已經不生小孩了 辛辛苦苦生出小孩的人 又這個小孩子 又受到這樣的待遇 我們台灣的未來要怎麼辦 是 那文婉也有 你也有女兒嘛 看到小孩 他們這樣虐待小孩的感受是什麼 我不能理解也蠻痛苦的 第一點就是說 磨掉四顆牙這件事 因為當時沒有 當時他講的是說 小孩磨牙 會磨掉四顆 我跟他講 大家都前年人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說 我晚上會奇怪 都吵到 我老公或吵到我老婆 可是以為沒有磨到光的 才一歲十個月沒有掉 因為這個是常識嘛 然後我就會想到一幕就是說 我們都有帶小孩的經驗 我記得我女兒那時候 也一歲多 帶了帶了 走路不穩的時候 不小心一個浪嗆 頭去撞到那個桌邊 玻璃桌邊 往後倒的時候 那個其實牙齒也有弄到 也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這個光血將冒出來 我們那個心痛到都不得了 她哇哇大哭 我在想凱凱在受到這些 急行的時候 她有沒有哭 急行喔 她是急行喔 一定哭啊 小孩子這樣跌倒 都哭到這樣 你急行的時候 她哭得多慘烈 那怎麼會都沒有人發現 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呢 我都覺得為什麼會 我們的社會冷漠到這種程度 還要一個外傭 就是這個流星 這個兩個殺人魔的姐妹 那他們有請一個非傭 照顧老父親 對 照顧長輩就對了 後來呢 這個在過程當中發現 哇你們怎麼這麼殘忍 拍下那個影片之後 一直等到他們家裡面 這個長輩過世了 今年一月 她才把這個影片拿出來 影像拿出來 然後這個惡行才公諸於世 所以如果沒有她 那難道時辰大海 就像她那時候 凱凱送醫的時候 她就講 她自己跌倒 夜奶了 然後呢塞住了 當然後面檢調 包括法醫都會講 會有答案 可是如果沒有這些 就是影像的話 那是不是也是 沒有這麼具體的證據 對不對 因為她畢竟就是 父母親都 就是沒有辦法 來照顧這個孩子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她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也有小孩 小小朋友被虐待的 然後也有一個保母 他把他的這個 雇的小孩交給一個會吸毒的男友 然後男友自己吸毒ㄎㄧˇ 掉就丟給他的小弟 結果這些人 把一個小朋友弄死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我們的在小孩 這方面的 你看兒福聯盟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 最被信賴的機構 那你委託的保母 居然是這麼的可惡 那他還可以在他自己的 過去的臉書上面寫下說 因為他看到了 我們剛剛講的 被虐待去 死掉的那個小孩 對 對 他在上面有寫說 他自己看到別的新聞 說有保姆虐死小孩 他在上面寫說虐死小孩的人 就是要判死刑 結果你怎麼跟人家 做一樣的事呢 所以那你是不是就要判死刑 你自己講的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已經變成人神共憤的一件事 王醫師 你是醫生 我先從牙齒來問好了 要怎麼樣把人家的牙齒弄掉四顆 一歲十個月大的小孩 就是打啊 因為牙齒你好好地在那邊 要拔出來都不容易 我們如果有養小孩 他要掉牙齒 他要先晃很久 你才會很順利地輕輕地拿起來 所以牙齒的固著性很強的 那個庸人 對啊 那個庸人說 因為他為了自保 他認為說他們這樣虐待小孩 有一天搞不好會嫁禍給他 當然啊 這麼壞的人 那他呢 就 就是說他不敢講 可是他有偷偷錄下來 收證 對 錄下來 這個檢警在問案的時候 有看到他欲言又止 很不安的樣子 然後就偷偷地 因為他怕那個雇主在那裡 他偷偷把他帶到一個小房間 去問他說 你看到了什麼 他說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他們虐待那個小孩 我問你我們牙齒有沒有去撞過 我們牙齒有時候會撞到對不對 撞到很強 很硬的東西會斷 會斷 但是那個什麼 那個 嘴唇會受傷啊 會流血啊 那是一顆你就受不了了 它四顆耶 我覺得這個嬰兒 他受到的都是急刑 這個都是大人沒有辦法承受的 你有沒有剪指甲 剪到靠近肉你就受不了 對 何況是整個指甲給你拔起來 那個痛啊 因為我妹妹曾經就是腳踢到 那個門 然後指甲就整個撞起來 就掀掉 沒辦法只好去皮膚科 把那個上面殘餘的通通 把它弄掉 痛到沒辦法走路 都要坐計程車 他所受到的苦 不是我們正常人可以想受到 黃醫師 不好意思 我前方的 我不曉得葛思琦會不會 我們去撞到牛丁了 痛到我會先第一句話 是三字經的 先講髒話對不對 對 因為太痛了 我不曉得女生會不會 來 我們先休息一間廣告 我曾經騎摩托車 年輕的時候 那個摩托車也太爛了 煞車煞不住 前面的前面的轎車緊急煞車 我撞上去 撞到這裡 我這指甲 你看我這指甲 這裡是沒有白色的 就其他的指甲都有白色的 這裡沒有白色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碎掉了以後 去診所 請他把我所有的 他說因為碎掉了 所以那個指甲 就要全部把他拉掉 一定要拉掉 讓他重長 你知道那有多痛嗎 你知道那有多痛嗎 而且你是右手 右手 就是沒辦法寫字了 這裡去撞到 對 這裡去撞到 碎掉了 然後後來他當然有再長出來 我就想說 要是 你要追心刺骨之痛 你才知道那個有多痛 我們節目跟我們說 我們不能講這個殘忍的過程 我不曉得要怎麼去講 才有辦法形容 那這兩個姐妹的殘忍 你知道嗎 太折了 對啊 這跟我們講 四顆牙好了 我到目前為止 我活到這把年紀 我聽到人家牙撞斷的 都是什麼狀況 出車禍 沒有 對 這個是車禍 勒殘這樣子 很大的撞擊力 然後開車撞到那個方向盤 斷掉 對 不然就是遇到什麼 暴力難嘛 就是用的把你卡住 從民安卡住 斷掉 那力量一定很大 那絕對整個臉都歪勾氣瘦 一個小孩子四顆牙 你去想 那個遭受到多大的那個撞擊 是 哪那麼好斷 我們節目說 我們不能講那個殘忍的過程 因為這兩個姐妹的可惡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們沒有虐待她 她是自己去公園受傷的 對 看 人家知道 對 他就說 撞傷 自己受傷的嗎 她還在說謊到這種地步 我們怎麼治這種人 我們社會應該有個機制吧 不然以後還不會發生嗎 我想請教一下翠芬 這人怎麼會這麼殘忍 我覺得這對姐妹 他們兩位已經到了最極致 那一個人怎麼會變這麼殘忍 有些時候在某一些狀況下 他真的會變成虐兒 虐待別人的身體 那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小孩沒有靠山 所以讓他這個殘忍的那個 人的那個殘忍指數一開始可能 他沒有這麼殘忍 可是他開始對這個小孩 做了第一件殘忍是 他會越來越殘忍 他喜歡看他痛苦的樣子 那為什麼他對 他為什麼要對他那麼殘忍呢 那小孩對有什麼犯什麼錯 或是怎樣 我覺得這跟這小孩完全沒有關 跟這個 這一對姐妹花的心理比較有關 因為我在想 他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 本來就是不好的 所以當他在一個比較多的一些托育的 其他托育的挫折或是他的情緒的狀態 整個控管不佳 然後他把他全部 跟他自己有小孩呢 這跟他有小孩沒有關 他把他對他的任何的不滿 對一些小孩的不滿 對生活的不滿 對所有的情緒都宣洩在這個孩子身上 然後這孩子就承受他全部 全部他 他對他自己生活 各方面的不滿跟情緒跟憤怒 宣洩在小小孩的身上 但是他會非常合理化他自己的行為 因為他會認為說 這小孩就是要用處罰 體罰他的方法 那像鄭大哥 你剛剛講的非常激昂的 就把指甲變成 你不會嗎 我會 我會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身為一個吸引師 是完全無法想像 這個小孩在生前承受了身體 多大多大的痛苦 而他在一歲多 他沒有辦法用語言來描述 他當然只有情緒 那我覺得他最後可能連情緒去表達 去控訴說 他身體所受到這些傷害 他都沒有辦法 他會變得很呆滯 或是他完全完全沒有辦法 再回應任何事情了 所以我真的很會感受到 就是說這一對 你如果想我收拾一下 我們就說來 收 收 收 爸爸幫你塗藥什麼的 他們完全求助無門 對 我真的覺得這小孩真的是 我覺得這對姐妹花 殘忍的姐妹花 他們會用極度的極形去對待一個小孩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內心是極度極度的不健康 那他們在虐待他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合理化自己的虐待 他會說這小孩不乖 他亂跑 所以他們會極度的控制他 或喜歡看他痛苦的樣子 那我會感覺到他好像一定要讓他變得沒有活力 完全就是被他們控制 然後變他們的一個靜軟那樣子 他才會感覺到他們成功了 好像 我是會感覺到在那個狀態下 我會覺得好像他被附身了 有一個魔鬼附身在這個施暴者的 受 施虐者的人的身上 他好像會看他痛苦 然後看他覺得那樣子哭 或是說他很痛苦的表情 到沒有表情 我有時候會覺得他們的良心 真的有可能被泯滅 現在根據所有現在的呈現的新聞 他以前也有帶孩子 那天的社工沒有 十二月沒有辦法去看他的時候 他是有講說 我因為有另外一個小孩 他生病了 這個你先不要來 這樣子 換句話說他有另外一個小孩 另外一個小孩的爸爸媽媽說 就是他不會 他顧著不差 來了 你知道 後來查出來說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一個保母說 因為平常人都會來送禮 就是有 拜託啦 幫我們小孩顧好一點 這個這個凱凱的爸爸下落不明 媽媽關在監獄 根本沒有人理 阿嬤也沒什麼能力 阿嬤也沒有辦法理 阿嬤就是沒有能力 才送去那個社福嘛 然後那個送到兒福嘛 所以我要說 請求幫忙嘛 還巴結你 送禮有差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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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志偉 對啊 因為像以前我們把小孩送去給保母 你一定要打聽過嘛 除了離你家境收費合理之外 就是保母要很有耐心跟愛心 你才敢把自己的小孩送去 那我們送去保母都是這樣 可能他摔倒了或怎麼了 他一定第一時間通知你 對 那因為現在都有LINE很方便 他會跟你講 你看他頭側撞一個 我先帶他去醫院怎麼樣的 這些保母都會跟你做聯繫 讓這個家長可以放心 但就是因為你可以想像 他正常有百個保母稿 這大概夠 夠到一歲兩個月 一歲四個月才換這個姐妹花 對 這姐妹花顧他才顧四個月而已 四個月你會可以給一個小孩 人本來是在白人那裡 積得胖軟胖軟 很可愛 頭髮很茂密 很可愛 結果到你那邊四個月頭髮掉光 眼神呆滯 小朋友換乳牙的時間 是六歲到八歲 他才一歲十個月 你也不要跟我說他在換乳牙 就是說他現在還在說謊 對 所以當然就又有一個媒體 有報導就是說要不是看在錢的份上 我才懶得顧他這樣 那那個錢 如果有你問 一個月給他三萬 那我們剛剛還在討論說 一個月三萬可不可以全 就是food time 二十四小時六日 也沒帶回去 現在沒有那個錢 沒有這個行情 沒有這個行情 三萬塊是便宜 那會不會是因為他覺得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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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償了 對 這個就很難顧 就是可能你看我們知道有些 他就退為給兒童福利聯盟 他就是看在孫中山的份上 三萬塊 他還沒合 你想想看 有些家長的確會這樣 小朋友吃飯的時候 甘 全包外吞下去就打下去 你不吃我就打死你 有些長輩或是父母在帶小孩 我們以前小時候也是含著 會被爸媽打 但我們現在怎麼捨得打自己的小孩 保母是有執照的 是啊 所以你不乖 我們以後怎麼辦 你不乖愛亂跑 我就打你 我就把你的腿打斷 讓你不會跑 我那天去就上個禮拜而已 我帶小孩子回長根醫院回診 然後我跟我的小孩 然後我們站在廁所的外面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 可能是媽媽吧 也許今天一看也有可能是保母 就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 我看年紀差不多就是在兩三歲 就是可以自己站立 那媽媽呢 或者是保母 他要進去那個廁所前 他就跟這三個小孩 一般我們媽媽要自己去廁所 說實在小孩子不敢留在外面 特別是醫院這種 就人很多的地方 要帶進去 都會帶進去 可是他可能三個也很難帶 那他就在 就叫這個三個小孩站在門口 那這也算正常 可是他怎麼跟這三個小孩講 你們三個就好好 乖乖地站在這裡 門口啊 對 門口 就好好站在這裡 就在這裡等我 如果你不好好站在這裡 我等一下出來 每個人給你們打巴掌 讓巴掌印留在你們臉上 好... 真的 要是保母還是媽媽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好 然後 好囉 那等他去廁所玩出來 沒有很久 我們要一起搭電梯下去了 他在電梯要來開 那個電梯門開之前 又發話 跟這三個很小的小孩說 口罩戴好喔 如果你口罩 把鼻子露出來的話 我就把你的鼻子剪掉 好... 我的小孩在旁邊一看就說 媽媽 這個小孩 這太可怕了 怎麼會剪鼻子 他都沒嚇到 他把所有的小孩都嚇壞了 真的 你很難想像 我們雖然不自己這樣 對待小朋友 但是就有人是 用這種方式在恐嚇的 黃醫師 妳聽到這樣 妳有沒有去跟他講個話 我後來進來那個電梯之後 我就看著他 然後我手機就準備好 我就要... 他如果再敢在那個話 我就給他錄影 給他檢舉 可是不過他會 因為電梯裡面人太少 他就開始發現 有人在注意他 因為我就是那種 我會注意你 好 那我也不怕你 知道我在注意你 我就在看你 我就看著你 我最近就很想看這個保母 長什麼樣子 我想人為什麼可以壞到這樣 結果都馬賽克 所以後來他有發現 他有發現有人在看他之後 他就收斂了 他就沒有再講話了 是 其實 隨堂結婚了沒 結婚了 三個小孩 有 三個小孩 隨堂也看不下去 隨堂說這叫虐殺 這不只是虐待 對 虐殺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我想說這真的叫喪心病狂 這個劉姓姐妹 但是如果有這種喪心病狂的人 我們兒童福利聯盟建立了一個監督機制 叫做要社工去仿視 到底你有沒有好好的照顧小孩 要去看看他的身高 看看他的體重 看看他有沒有受傷 看到他的這個神情 對不對 所以就派了社工叫 小姐 在九月的二十幾 去仿視了一次 說有發現有一些瘀傷 結果保母跟他說 那個是在溜滑梯公園受傷的 這樣就過了 十月二十幾 再去仿視一次 沒有發現疫症 十一月又去仿視一次 說他的瘀傷好了 十二月二十幾沒有去 這個 因為他說另外一個小孩子生病 叫他不要來 結果他十二月二十幾就死掉了 這小朋友就死掉了 對 那兒童福聯盟的執行長出來說 我們去看社工仿視的時候 又沒有辦法把小孩的衣服扒光 我的多問題 我的天啊 這個是你沒有發現 你現在有可以講這種話 你相信嗎 我會覺得他們真的太輕忽了 光是他最後一個月 叫他不要去看 你就要當作是一個很警訊 因為何以他會說 另外一個小朋友生病 然後叫你不要去看 那我其實會覺得 他們忽略太多了 因為常常會 我有去幫社工上課 在幫社工上課的過程中 就是要讓他們對於孩子 或是他的那個協助者 助人工作者 要有敏感度 因為社工跟我們 社工師跟心理師不一樣 心理師我們是坐在諮商室裡面 然後當事人來找我們尋求協助 可是社工師他們是 我們如果說要建構社會安全網 社工師他們算是第一線 他們是去訪視 他去看那個對方的家庭 然後看那個當事人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你去看那個當事人的狀態 很重要 雖然這個小孩只有一歲多 他還不太會表達 但是我們會看很多線索 會讓他們瞭解 譬如說這小孩 有沒有一些驚恐的表情 或是眼神 眼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會不會看人 或是他看那個主要照顧者 他會主動去跟主要照顧者互動 如果說他的眼神都不對勁 然後他都不會去跟主要照顧者互動 或是主要照顧者 那時候想要表現他的愛 然後來抱他 他會出現那種極度害怕 跟驚恐的表情跟狀態 或者你看到他會有莫名的傷口 其實莫名的傷口 這就是最主要的一個徵兆 你就要瞭解說 或是你可以去請教醫療專業人員說 這樣有哪些可能性 是怎麼造成的 他會有這麼多的瘀傷 或者小孩會有一些跌倒 心情不好 你就會發現小孩 他會不會主動告訴你說 這小孩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保母有一個很重要 像剛剛志偉說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當這個小孩生病的時候 跌倒的時候 有狀況的時候 他會不會主動告訴你 告知你 還是他假裝不說 等你問的時候 他才用一個 你會覺得有一點 奇怪的方式來回答 如果他出現這些迴避的動作 完全不會告知你 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訊息 然後你可以觀察這個小孩 之前跟之後 他原來是一個愛笑 然後喜歡人家抱他的 他最後變成一個 別人抱他會害怕 然後變不愛笑 這些行為的不一樣 也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那或是你會發現他遲緩 發展遲緩跟營養不良 常常也是我們檢視說 兒童受虐的很重要的指標 他們在這樣的狀況下 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小孩幾乎全部都有 他在短短的四個月 變從一個活潑可愛 白白嫩嫩 然後大家都很喜歡他 喜歡人的小孩變得呆滯 然後變成這樣子 就是變成另外一個小孩 這些都是重要的指標 你真的不用把他的衣服扒開 你就可以了解說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裝 那個小孩子 這個非常的瘦小 對 整個暴瘦了 而且這個 而且我覺得不是說社工 我們現在在檢討社工 那他也被收押了 然後後來三十萬交保 可是這個是後面的動作 一開始錯是什麼 就是說你兒夫 你在雇用這個保母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個審查的機制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吳宇書我們知道 其實他剛剛生一個女兒 很可愛的女兒 他跟他的先生曾經去找保母 這是很多現在雙新家庭的 常態嘛 他有沒有有到這個保母家 他說一進去的時候 他感覺就是很髒亂 然後再來就是整個那個 就是設計 就是說他有一個核式 有一個落差高是很明顯的 孩子在那邊跑動 活動 其實很容易受傷 其實這些在在的 其實他們當下就覺得說 這個是不OK的 請問我一個做父母的 我自己去看 我都覺得不行了 那你擔任這個兒夫 你居然沒有察覺 那怎麼會後面 然後再來就是很妙的地方是 你不但讓這個孩子送去了 然後你社工你去看了 你根本就是虛應故事 我覺得看就是虛應故事 你還需要抱他嗎 我們剛剛講的 還需要抱他嗎 是 對不對 我一直在想說他到底是 在發洩 還是因為這個保母做了這件事 他會喜悅他自己 因為我其實比較誇張的一個重點是 我沒辦法接受說 為什麼你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還把他張貼給你的姐妹 對 你還傳了這個訊息 對 你真的把他當成是遊戲嗎 你是在喜悅你自己嗎 這一條生命耶 所以我真的很難想像說 那個小孩子到底 遭受到什麼樣的過程 真的 太難想像了 這個看到姐姐這樣子 這個妹妹 虐待小孩 妹妹沒有自止 說反而樂在其中 然後把靈虐的過程拍照下來 透過LINE分享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嬉鬧 所以這個妹妹也有事 當然 她被列為共犯之一 就是知情不報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 那個社工的部分 而且她的家人 她跟先生 跟兒 跟小孩 跟媽媽 婆婆 都住在一起 為什麼都沒有人制止她 對 所以這個是讓人家覺得 百事不得其解 因為你如果是把女兒帶 她的口罩 對 她會走來走去 那這個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人 怎麼會不知道 很奇怪 對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共犯之一共 那因為我是不知道這個 因為現在資訊不夠多 我知道這個社工 因為她二十九歲 畢竟不是年輕的社工了 不是學校剛畢業的那種社工 她已經做五年了 是不是 然後前面的這個一年四個月 是不是她當社工 應該是不是 前面是別的 本來有另外一個在照顧 她想要縮養 她想要縮養她 可是她兒五聯盟不同意 就是不是他們體系內 所以顯然她就是這四個月 那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 我們講說好萊塢的電影 其實我們常常會看到有社工 去這個 比方說這個小孩是被技術 在某一個人的家庭裡面 社工都要去看的 就像剛剛崔芬老師講的 他會 我們看電影 電影他呈現就是事實的樣貌 這個社工去了 他就是防衛性要很重 他先觀察你家的環境 就像這個小孩看到 他是躲起來的 還是很開心的 那甚至他們有一個表格 他就會開始問 他一天吃多少東西 他怎樣怎樣 他這一次這個陳姓社工 之所以被 偽造 法辦是因為他偽造文書 所以這就是 就是說你可能沒去 你就造假 所以這就是重點 所以這個洞為什麼會破掉 就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社工第一時間去 就有發現這些問題 第二次去 又發現一樣的問題 你就應該要換掉了 他錯過了救這個凱凱的機會 或者他可能會說 你拍幾張他的照片給我 然後我就把那個 仿視的內容 就自己勾一勾寫一寫 那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就是那個照片 都不是他自己拍的 他說這可能是以前拍的 有啦 他家人說是以前 他們剛剛好 剛開始送去兒福的時候 有拍的照片 居然被他拿來當那個 資料照 報告用的 那他當然有講說 我傳錯了 你覺得你相信嗎 傳錯 可是後面的照片 才是真實的 是啊 就是看他雙方的反應 其實我感覺啦 我的直覺感覺就是慣犯 尤其是他們那個對話記錄 這個保姆對話記錄 讓我感受到說 你們完全沒有任何痛苦 跟回過 跟頓和檢查說 為什麼發生這個事情 沒有 反而在嬉笑 那不是慣犯 那是什麼 那肯定是慣犯 是 是 對啊 好 那這個出示的是兒福聯盟 其實兒福聯盟 在我們社會上形象不錯 對啊 很好 大家捐了很多錢給他 就表示對他信任 怎麼會出這樣的事情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 這個呢 是嫌犯 就是這個 他就是那個保姆 涉嫌內袋那個 長這樣 黃醫師有看到嗎 有啊 戴眼鏡是不是 對 戴眼鏡 瘦瘦的 這個是他妹妹 看起來都 長得有點像老實了 都像老實了 像公司沒散目啦 老實了 看起來像是嚴厲的人 看起來不像是嚴厲 看起來像是嚴厲的人 你說哪一個 姐姐還是妹妹 因為我只看人家眼睛眼神 其實看起來是嚴厲的人 你知道嗎 說今天 因為自由時報 把他們登出來了 所以自由時報買不到 而且沒有馬賽克 大家想看看 到底長什麼樣 會有這種鐵石心腸 這個就是社工 對 我說起來 我覺得看不起來 看不出來他們是有多麼的 對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是 而且鄭大哥 你不覺得很難防嗎 不是心狠手蠟的人 而且當他 我剛剛試一下就跟黃醫師在講 他幾乎都在刷履歷 因為之前 我剛剛有提到吳宇書 他們夫妻 曾經想差一點把孩子 送到他們手上 他就說 他是講說他曾經是 幼兒園的負責人 後來是幼兒園結束了之後 他才轉來 就是幫忙這個公托 就是兒福聯盟合作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履歷很漂亮 而且又在兒福 你會覺得很安心 但是你看他們夫妻就夠敏銳 環境不行 然後髒亂不行 然後設施不安全 你看他就把他 那個就是沒有考慮在裡面 但是誰知道 就是個殺人魔 這個就是凱凱 因為他就是 被送到流性保母家 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對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社工 他本來是可以當這個 小嬰兒的貴人 是救世主的 為什麼他會變成是一個 非常可能犯下失 過失殺人之死罪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邊要值得檢討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二十九歲 所以他已經做過五年的社工了 如果一個人是在 比較善良的家庭長大 他有沒有可能是因為自己太善良 沒有辦法發現別人的惡 那所以他是去念了社工系 所以社工系理論上 會有很多的專業知識 就是何以一個具備專業知識 能夠判斷的人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講 你有沒有小孩 表示說我們不是在講專業知識 尚且都能判斷的是 一個更具專業知識背景的人 為什麼到那個瞬間 他沒有辦法判斷 是是是 來看一下這報紙的標題 三個月把他虐死 三個月 一九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就死掉了 對 那這個保母是兒輔聯盟去 去把他送去的 轉介 對 對兒輔聯盟的印象好不好 以前我覺得是 大家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公信單位 因為他們每一年兒輔聯盟 有公信的單位 對 會拍公益廣告 對 而且他會做很多 關於兒童的一些研究調查報告 所以其實我們臺灣還蠻多 研究調查報告是由兒輔聯盟 他們做出來的 所以他們在取得社會的信任上 我真的覺得他們這次 真的讓社會大眾 真的覺得太失望了 這個做法上面 其實是要好好的回過頭來看 自己的那個 而不要把力量放在合理化 或是就自我防衛機轉啟動 政府說要增加仿飾的密度 就是說過去是一個月去仿飾一半 現在有可能一個月仿飾兩倍 增加密度 但是社工師薪水有增加嗎 沒增加一直叫我增加仿飾 我也很煩 那就有可能做不好 我想也許就是說 增加社工的人數 對 但是如果社會大眾 也對這個社工就是抱持著懷疑 其實像這個新聞一出 這個社工姑且是有錯 但是整個新聞打擊下來 是更多社工師的一個心寒 我們可以想成這個社工師 他無論後來是有被判刑或是沒判刑 我認為他接下來不可能 再做這個工作 但是這麼重要 關乎人命的工作的事情 我們期待更多好的 就是高品質 高素質 高素養 高專業的人 來投入來保護生命的話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提供 社工師的薪水 不是說我有錢 是兒童福利聯盟 難道沒有錢做這個事情嗎 有 來 如果 黃醫師 我告訴你 社會上捐款都給兒府聯盟多少錢 你算一算喔 真的 好 算 2022年 他這個社會給他六點三億 他花了五億一 這樣剩多少 一億一 剩一億二 對不對 2021年社會給他七億 他花了四億五 所以他剩多少 兩億五 二零二零二零年 社會給他七億八 他花了四億六 這樣剩多少錢 三億二 越剩越多啦 沒有啦 這我是倒推的 對啦 我說倒推 2019年社會給他九億一 九一 他花了四億九 剩多少錢 也是四 四一二 好 那因為我只能找到這四年 這四年這樣他累積多少錢 這樣加起來就七 九 因為超過十億了 對 超過十億 超過十億 他沒有 就是人家給他錢 他沒有花掉 對 他沒有花掉 沒有花掉多少錢 十一億多 十一億多 他把錢拿去做什麼啦 對 對 結果說拿錢去買房地產 做他們的辦公室 結果現在說 兒福聯盟的財產 有多少錢你知道 四十五億 四十五億 所以大家覺得 網友這樣有一點痠 這是一門好生意 四十五億 你知道嗎 他自己買房地產 你知道元大集團也想做善事 原大監控二零一九年 捐給他一間內湖瑞光路 內湖瑞光路的地段好不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這些人都集中在那裡 超級好 內湖瑞光路 因為沒多年十八千人 搞不好不知道 內湖瑞光路 我現在說有全台灣的人聽 內湖瑞光路是超級貴的地段 對 元大監控捐給他房地產 他不是沒有房地產 你幹嘛再拿錢去買房地產 當辦公室 你幹嘛不給 就不把錢花掉呢 我問你為什麼花不掉 我覺得那就是有些 有些公益單位 我不是講兒福聯盟而已 就是說因為他法人機構 他的確可以透過一些行銷 一些會激起民眾同情心的方式來募款 對 那他因為這其實都有法規要依循的 所以他要這麼多錢幹嘛 他要這麼多錢 就是因為我怕像疫情的時候 可能大家捐款的 大家不好過 經濟蕭條的時候就不會捐款 所以我一定要留一些錢 然後來讓我整個基金會可以運作 那我印象很深刻 兒福聯盟過去很常拍一些 兒童受虐的影片 那我們看到兒童受虐 或是兒童就是清寒孤苦 沒有長輩照顧 沒有飯吃 我們就會掏錢 在病例超上 你也會看到兒福聯盟的 就是零錢捐 所以你想想看 積少成多 一個人捐個五十塊 全臺灣的人都捐五十塊 那是很可怕的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已經出來說 他們要求兒福聯盟退 他們的捐款 再來就是很多人去破口大罵 那這個老實講 我們這樣講好像有傷到 真的是有一點傷到社工的 信心 真的是 但是大家請大家對社工 老實講他們長期奉獻 薪水又少 這個真的要給他們支持 只是說兒福聯盟 怎麼會出這樣的錯 家福基金會 年收入五十億 用掉百分之九十三 世界展望基金會 收入大概四十億 用掉百分之九十八 伊甸基金會 收入大概二十億 用掉百分之九十三 創世基金會 收入大約十億 用掉百分之七十七 兒福聯盟收入大約八億 用掉百分之四十八 陽光基金會收入大約六億 用掉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它是透支的 對 喜夯兒基金會收入大約六億 花掉百分之八十 立新基金會收入大約五億 用掉百分之九十四 換句話說 大家至少用掉百分之八十 多則超支 對 不夠用 但是他竟然連用一半都不到 而且他募到的還不是最多的 對不對 你如果募很多 然後你花 你用了四十趴 那你還是多 比例還是不高 不管多少 可能就四十八 不是 我滿想知道 他那個執行長 他自己個人的薪資是多少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概念說 不管任何薪資 都要好好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會支持 有愛心 有能力的人 就應該拿比較低的薪資 去做更多的房式 更多的工作 我曾經有社工來我家裡 那說問我們在法院 你的故事等一下再說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我剛剛那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上有一個SOP 大家都照SOP來 事情就不會發生 比方說保母負起責任 那保母如果沒有負起責任 這個仿飾員 這個社工 就要負起責任 很重要 今天事情可以防止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他錢少 可是兒五聯盟你有那麼多錢 你為什麼不把它花掉呢 我剛剛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那黃醫師你要補充 而且我對兒福聯盟 就是最大的不滿是 他竟然權力可以大到檔 另外一個牽錢是好的保母 不給 不把小孩子給好的保母 只是因為那個保母雖然好 可是不在他的體制內 然後他要給自己體制內的保母 帶的時候 他並沒有一個嚴格的監督機 這個機制 是 那我 因為我自己就是 就是常年在法院就是爭奪這個 這個監護權的關係 所以因為你其實 我覺得心很痛的原因 是因為你知道我們在法院打官司 父母親要爭奪小孩子的時候 對方在 小孩子在各自 對方的家庭 只要是父母照顧 姑且是父母照顧 他只要有一個蚊子叮 你知道對方就說我怎麼樣嗎 疏於照顧 蚊子叮 蚊子叮 他就來把我寫得好像我是通天 最大二級一樣 結果我們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因為他要去判說 到底爸爸跟媽媽 哪一個更適合擔任 主要照顧者 所以會去爸爸媽媽的家庭 做訪視 其中有一項一定是社工訪視 是 那這個社工 那時候我就印象好深刻 我就千判萬判 因為他的報告對我很重要 我好重視這個社工 然後他來 我覺得社工人也就是 結果我就看起來 就是一個很Nice 很陽光 然後很有愛心的人 真的 才會 打願社工 然後才會做這個工作 然後他來 他跟我講第一句話就是 我以為他來打掃了 一兩個禮拜 要最好的這個要呈現 所以其實訪視的時候 那個已經是最好的狀況 可是你竟然還看成這樣 對 然後那個社工跟我講說 我知道你有很多要跟我們講的 可是我只有一個小時 而且我就只來這一次 因為我還有多少件 那時候印象好深刻 我以為他怎麼工作量會這麼大 可是他就只能做到這樣 太辛苦 對 是 好 那這個我想應該要研辦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辦 我會覺得要給他一個 最大的一個教訓跟處罰那樣子 最大的教訓多大 對 然後也有點警示作用 就是像這樣的狀況 不要再發生 但我也另外一個部分 也會呼籲大家就是說 去看說我們何以有這麼多 保母虐童案的發生 這個我覺得根治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人民的心情都是說 就是臺灣的法律太鬆了 太嚴了 不能讓 不然就給他求人得人 他自己有PO嘛 那個劉姓保母說 像這種人要死刑嘛 我從心裡就是 對啊 我的看法是說不要判死 而且我們現在的法律也不可能 也沒有啦 對啊 最多是無期徒刑 但是我是建議也不要無期徒刑 我是想說 你就給他變形啦 對 真的有氣喔 有感覺喔 第一次很有氣喔 讓他常常小孩的那個 但如果進去無期徒刑的話 其實有人自然會處理他啦 如果大家 我認為是 如果大家都那麼公分 我在想 承辦這個案子的 檢察官跟法官壓力 應該滿大的 因為這個是全民矚目的焦點 對 那重點就是說 看他自己怎麼講嘛 因為我們現在看了 真的滿多都是媒體的報導 是 那你說 說當然外傭他是一個證據 因為他也有拍影片 我想特別呼籲一個啦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 是我們很期望的 就是定期去檢核這些保母們 所有保母們的身心健康 如果說他身心是屬於 不健康的狀況下 他要暫停他的保母的資格 或是他不能再去 就是養育其他的小孩 托育其他的小孩 我覺得要定期 因為像機師都有定期 檢核他們的身心健康 是不是適合上任務 有一些工作需要定期檢查 他們的身心健康 是不是適合上任務 我覺得保母老師 都需要定期檢查說 你是不是適合 那老師我覺得 也許有些時候 我們還可以做 但我覺得保母都是在家裡 我覺得他們關在家裡 我們常常很難接觸到他們 然後外界也不知道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託育這些小孩 所以他們的休息機制怎麼樣 我覺得他需要 減和他的身心 定期檢核 我覺得這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盲點 跟很恐怖的地方是 他們等於是集體 眼睜睜地看那個凱凱 揍虐 因為他們幾乎 家裡面有其他人耶 那這些家人 可以這樣眼睜睜看著 你難道不會講說 你稍微控制一下 你怎麼了 還是什麼 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是等於 這一個家庭裡面 其實他們的想法 會讓人家北疑所思 呂法官 那你會怎麼辦 沒有 我剛剛 其實從善如流 因為我們沒有 因為有很多 因為社會現在的 應該是說氛圍是 你就吸行 吸行 可是你真的 沒有 我們這個 因為他們那個 沒有死刑 對 沒有死刑 那但是我真的還是覺得 就是把你關在裡面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 就慢慢 媽媽幫你接摩 裡面 什麼接摩裡面有飯 不可以吃 吃國家的飯 你確定他吃得到嗎 你確定他吃得到嗎 我那天碰到 因為我看很多那種 有沒有 監獄風雲 對不對 沒那麼可怕 會想太多 那天碰到一個媽媽 你孩子呢 現在怎麼樣 他說現在都在吃國家的飯 我想學校怎麼做公園 不錯 沒有 他說我都膽在感受 我們就再吃他 我覺得這種殺人魔 到監獄應該是 大家都是人神共分 有人會處理 人會處理 所以我們也不用太煩 感到裡面會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應該有報紙 可以看對不對 他們應該有相關新聞吧 我們派古思綺 可以跟他們說 你可以說這個 對 你之前其實在新店 不是也有那個虐童案嗎 後來就報到醫院去 已經死亡了 對 沒錯 後來但是因為報到醫院去死亡 所以警方當時派出錯 就是直接分局去抓人 直接帶回那個分局裡面 查案 最後他送去遞檢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知道嗎 這個新聞畫面非常非常的紅 非常有名 沒有其他人 我們稱為叫星光大道 為什麼呢 就是在送嫌疑犯的時候 所有的記者是拿著 麥克風跟攝影機 邊拍邊打 虐童是這樣子 讓人家就是人生共分這樣子 沒錯 邊拍邊打 好啊 這一段 讓你們知道一下 好 沒有啦 我們說什麼 孩子如果說意外 因為你可能疏忽 意外 我覺得這個還情有可言 人難免有疏忽 對啊 你不是 你是故意的 這實在是我的冠狀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個話題 就是大家都很關心英國的王妃 叫凱特 他在英國母親節的時候 就是最近 他們這個肯興遁宮 就是王楚住的地方 那這個肯興遁宮 就是王妃釋出了一張 跟三個孩子的合照 那合照在哪裡 在這邊 來來來 這張 那這一張 這個國際通訊社 包括路透社 美聯社 法新社 這個GETI 他們都不願意登 他們都把它下架了 就是說這一張是變照的 我想這個麻煩黃醫 黃醫師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他變照哪裡 國際通訊社為什麼說他不登 因為是因為變照 應該是說因為凱特王妃 他事實上是在英國皇室成員裡面 就是受歡迎度非常高的 僅次於威廉王子 甚至有時候會超過 當然遠遠超過這個查爾斯三世國王 跟卡蜜拉王后 那而且他非常的就是 就是對他的這個皇室公務的執行 非常的認真 所以大概是風雨無阻 但是沒想到他在今年的一月十八日 肯興遁宮就宣佈說 他要進醫院去接受一個已經排定好的腹部手術 然後預計要休息十天到兩個禮拜 然後而且什麼時候回復到公務呢 可能要到就是他們的這個Easter之後 那這樣問題就是 復活節 復活節 那現在問題就是因為他自從接受手術之後 就沒有公開露面 那這一次是因為英國的母親節 大概是在三月十號十一號 那個時候左右 所以就有凱特王妃 後來知道是凱特王妃 自己在這個他們的官網 就發佈了這一張 他跟三個子女 包括像說公主 喬治王子 在後面 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路易斯王子 就是他好像就母親節 結果這張照片 就被這個美聯社下架 就是而且是公告給其他的媒體說 這個照片懷疑是經過辯造的 然後有各方的 就是他們自己媒體專家的 那種攝影的就是權威大師 紛紛出來鑑定這張照片 確實經過辯造 國際中心社都公認了 對 而且有十五個辯造之處之多 比如說那十五個是因為 說實在很抱歉 因為昨天都在關注這個綠兒 我想說我們應該是關注 他哪裡被那個 這樣這樣傷口比較多 結果其實大眾 會對這樣的王室成員 到底哪裡辯造是很關心的 所以包括比如說 夏洛蒂公主的這個頭髮的髮梢 好像有點不順被剪掉 或者是這個裙子的地方 有一點凸起來一塊 然後手指 還有這個凱特王妃的手 並沒有帶婚戒 或者是路易斯王子 這個手根本好像抽鏡一樣 怎麼會這樣不正常 然後還有各種 各種就是包括說 比如說這張照片 他們說得非常專業 有什麼曝光 景深是多少 所以整個這個模糊度會不一樣 總而言之這張照片 引起雖然大波被下架之後 後來凱特王妃才在他們自己的官網 就是發出了道歉 說不好意思 他只是像 因為他平常就有攝影這樣子的愛好 他說不好意思 我也只是像其他的 夜宇攝影師一樣 偶爾會想要修個圖 對 但是這個就很不尋常 我給大家看一下 很可怕 當他證實他是變造以後 國際上厲害的人就去找出這個變造的地方 結果很多畫圓圈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紅色的圓圈 到處都是 這樣 全部這裡 這裡 連他的鞋子都變造 連地上的那個磚都變造 後面的那個牆板也變造 太多了 連衣服都變造 第一個我就 這個告訴大家就是說 千萬不要變造 因為國際上太厲害的人太多了 逃不過人家的眼睛 我們都騙外行人 對 對 沒錯 而且有些修徒難民 等一下再來說 那凱特王妃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我好好的 我活得不錯 可是為什麼變造變成這樣 他的病情到底怎麼樣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繼續討論 休息一下 好 那為了表達自己活得滿健康的 去變造照片 結果大家發現 那是假的 他自己也承認了 可是請他為什麼要變造 我覺得他很有可能 只是想要跟照片說 他的身體健康是OK的 讓大家安心放心 但是他沒辦法用一個 很棒的方式詮釋 所以他只能就是讓 就是說他小孩的照片 在一起的家庭很熱的感覺 但是當時我看到那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說真的 因為手機看 真的看不太出來 但是當有人發現 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照片放大看 醫療真的還滿多的 也滿意外的 我覺得這你得佩服美聯社 對 美聯社說一發現 他就說我們絕對不登 電照的照片 對 美聯社 國際通訊社真的是了不起 對 還有第二個是說 因為美聯社的記者 正常來講 他們不會用手機上面去做圖 這些東西 一定是用電腦 那電腦以我來講的話 都是二十三吋以上 現在都是二十三吋以上 大碗號三十二吋 尤其這種主照來講的話 都是五十六十吋在審稿的 所以那個照片 只要有任何的破綻 或者你收尾沒有收好 那一看就會讓人家 覺得感覺假假的 那台特王菲活得好不好 台特王菲我沒有去拍 我不知道他活得好 對 但是我坦白說 如果以他這樣子的一個模式操作的話 會大家看得更擔憂 對 因為他其實大可 讓記者來拍一段 不就好了嗎 錄影片或什麼的 所以他一定還沒那麼好 可是他又基於他自己 想要讓大家覺得他好 因為皇室成員比較重要 如果說一兩天沒有露面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被懷疑說 是不是有些狀況 而且在這之前 根本就有 還有威靈王子的一些相關的緋聞 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威靈王子有緋聞 之前有傳 好 所以而且就是跟他謠傳的 那一個對象也這個社群 關閉了將近三四個月 所以我覺得凱特王菲 他自己生病 說實在他跟查爾斯國王一樣生病 兩個人對這個媒體公開 自己的病情的態度 是不太一樣的 他是比較隱晦的 只有說自己去要施行一個腹部手術 不像查爾斯國王就說 我就是那個攝護腺肥大 要去檢查 反正是良性 叫大家不用擔心 然後而且查爾斯國王 他認為他有這個身為男性 他有這個責任提醒大家 通通到要去做這個檢查 只是說沒想到他檢查完之後 事實上是癌症 對 而且不是攝護腺癌 對 是因為要把攝護腺刮除 因為肥大了嘛 才發現他有癌 是 所以凱特王菲 他的做法是不一樣的時候 我認為他的病情 就會相對的嚴重一點 像查爾斯國王為什麼一開始 很開心地宣布 也是因為他一定覺得 他自己沒問題 可是凱特王菲非常有可能 在手術前就已經被告知 是某一種疾病 事實上有西班牙媒體懷疑說 他可能得到的是一種 所謂的克隆士症 那這個是一個很難診斷 就是說你說王菲啊 這些皇室都每次都在 身體健康檢查 能出什麼大問題呢 據說可能是這種慢性發炎 就是那個小腸 很容易發炎壞死引發後面 如果沒有早處理的話 甚至有可能會需要到腸子要切掉的 比較嚴重的狀況 事實上我們現在健保 大家都知道嘛 一個手術 如果之後還要住院兩個禮拜 就不是小手術 所以他可能是 也真的是比較一個困難的狀況 所以也不想要讓人家那麼擔憂 那麼知道他的病情 這個參考 我認為他可能得到那種 太追求完美的性格 我先講一下 媒體有報導說 他得的是克隆氏症 剛剛黃醫師有介紹了 克隆氏症基本上就是有膜的地方 他會潰爛 那個眼角膜 對 口腔 口腔 腸子 老實講女生有處女膜也會 那有膜的地方會 然後你腸子潰爛以後 你會拉 拉肚子 有些醫生不知道 那叫克隆氏症 就一直腸子把它切 切到最後就死掉了 因為沒有腸子了 你知道國際上有一個名人 他也得克隆氏症 那個人叫安倍晉三 是 安倍晉三 得到克隆氏症 後來他當了總理 你還記不記得他做總理以後 他辭職 有一陣子 對 他第一次做總理做了辭職 大家 日本的政壇的大佬都說 你這個扛不起大任 事實上大家不知道他有多痛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據說他在出席公開場合 或者接待外賓的時候 是包尿 包尿布 因為他拉肚子 你不曉得他有多辛苦 而且那個很 那個痛 花燒 但是你要表現出神色自若的 日本總理的樣子這樣 後來他撐不住 誰要把總理辭掉 日本的那個這麼大國家 後來他又因為有花明新藥 所以他後來又當總理 所以我在想這個凱特王妃 應該是也很辛苦 是 你看他穿著那麼優雅 那麼和聲 然後要出席那麼多公益的 慈善的場合 表現得微笑微笑的 你知道他搞不好 裡面正在拉肚子 好辛苦 真的 都不能夠表現出來 你知道他這次已經住院很久了 很久了 但是他一直沒有給記者拍 或者開個記者會 表示什麼 表示我覺得他的病體還沒有好 可是他病體還沒有好 幹嘛去拍那個呢 就是我猜是完美性格 我說我要告訴大家我好好的 會不會是這樣 我覺得他的那個修圖 已經的確了 像剛剛正大哥給我們看 連後面的就是窗子 地上的樹木都要修圖 我會感覺他的修圖 已經是自己想呈現的一個 完美的形象 我很呼應正大哥說 他有完美主義的景象 因為這是屬於印象管理的一部分 那我所有的印象 連所有的背景都要符合 我所想要呈現的這樣的狀況 我就是要給別人留下一個 完美的印象 然後得到正向的回饋 那他可能不會讓別人拍 因為他只相信 他自己上傳的照片 是滿意的 那別人上傳的 別人拍的 他會擔心 會不會把我不好的部分拍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修圖對人類的心理 會造成一種影響 就是說會影響心理健康 有修圖嗎 有 有修圖嗎 為什麼 好餓 我也會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說 極度極度的修圖 每一樣都要按照自己想要 最後會影響心理健康 因為我只對我自己上 自己修過的照片 一定要修過的照片 我才有信心 既然修圖會 我對沒有的 我都沒有信心 既然修圖會傷害心理健康 我們等一下來救救李文婉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啦 講過我很嚴重 好 這個凱特王菲啊 他在醫院是進行腹部的手術 那到目前已經三月了 其實兩個月了 你想想什麼手術有兩個月的時間 他還沒有現身 對 我猜問題 可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猜太辛苦了啦 老實講 那你也修圖啊 你幹嘛以後 我好像我很嚴重 這個現在是大家很普遍 我算是輕度的 大家記不記得 我曾經在節目上我有講 其實我有修圖 而且修最多是我的手 其實這個大家還要做 哇哇哇的那個團隊 還有做成精華 因為這個是我天生的 因為皺紋很多 那我老師覺得說 怎麼那種落差那麼大 所以這個一直是我的一個砍 所以我通常看不下去 我就會修一下皺紋 我的手 然後另外就是說 剛剛提到凱特王菲 就是他連那個緊身都修 我覺得這個難免耶 像我就是會很在乎說 比方說我的背景沒有收乾淨 有一個塑膠袋 有一個紙袋 我就會想把它修掉 那我老實講 我曾經有出 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 就是也有女藝人修到 就是被那個網友抓到 就是整個後面的那個 那個柱子都歪掉的 我就不要講是誰 他就說對 我修圖了 因為有時候臉太大 然後我們的修圖軟體 你只要臉變小 然後或者頭變小 其實後面的那個緊身 也會跟著扭曲 很明顯 那我多年前曾經 幹過一個糗事之後 我就覺得說這個很 這個是大忌 因為被發現真的很丟臉 我曾經那時候去出國 然後那個照片 我就是在那個 坐在行李箱上面 然後拍照 然後我覺得 因為那個角度不好抓 我們不是專業嘛 那個腿拍起來很粗 我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來動個腦筋 我修 我就把我的腿修細 OK 看到那個腿很滿意對不對 後來馬上 因為我旁邊有其他的朋友 就打電話給我說 李文婉妳很低級耶 妳把自己修得那麼漂亮 結果我們沒有修 再來 妳仔細去看 妳的行李箱歪了 我看行李箱怎麼變成這樣 我想說 我自己怎麼沒有發現 所以那個經驗就讓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不OK的 但是必須要講 這個也是趨勢 這張歌其實凱特王妃 也不用說修到這麼 這麼樣的就是辛苦 因為最近我知道 我們之前很流行 CheckGBT嘛 現在有一個APP很可怕 我那天看到我嚇到 你只要現在告訴她說 比方說有一個女人 現在走在東京街頭 地上有一點濕 然後她穿著 比方說一件連身的洋裝 外面有一件風衣 然後嘴上是一個非常 非常紅的一個口紅 然後走在那個街頭上面 你知道嗎 你把這些關鍵字講完之後 圖片就出來了 而且真的是飢渴亂爭 所以我覺得 凱特王妃 包括妳的頭 妳的頭可以在照片上就對了 不是 就是說 妳那個景象是可以的 就是說現在已經是 可以做到這個程度了 根本分辨不出來 其實就文婉姐的那個例子 我覺得這張照片 凱特王妃修圖的機率很高 不是AI 是她自己本能修圖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判定呢 因為其實我在看這個照片的時候 我有發生一點就是說 這絕對不是AI 因為AI做不出這樣子 這麼的鬼扯的東西 你去看她的右手跟左手 一隻手就來 指尖指尖的縫隙很清楚 一隻手模糊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很多的業餘的 尤其像是一般的女孩子 美肌喜歡這樣玩的 他們不會把圖放在四百倍 我們在修圖是把圖放到四百倍 你的眼球這麼大 一個慢慢修 才看不出破綻 但是一般人修圖是快 拉 這樣子直接推 所以那些破綻都出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它的左邊跟右邊的背景 完全的不一樣 右邊的綠草是模糊的 左邊的背景是清楚的 所以這張照片在哪裡 它只有景 它的景深是很深 很清楚的 但是他想說後面是因為 有一個綠草 他想要把牠... 那師姐你們拍那麼多照片 有沒有過說 從照片裡面看到了 你可以發覺的新聞 有 很多 其實說真的 很多當下我們在跟拍的時候 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回去一放大照片的時候 那個是誰啊... 我們有一次更好笑 我先講一個例子 非常好笑 之前拍那個智琳姐姐 有一次在那個中秋節 颱風天吃火鍋 一家人有媽媽有哥哥 結果呢 就看到一個壯壯的男生 後來長得很像他爸爸 你知道嗎 結果我們是看背影 一家人吃飯 沒什麼下去 趴起來 等下說颱風天 結果呢... 下來的時候 是邱世凱 是緋聞男友 就說唯一一次曝光 你知道唯一是恐怖 真正那張照片 沒有 再也就沒了 就從以前到現在緋聞 到現在都沒人拍過 他們同況的照片 是... 好好的追究 搞不好就獨家新聞 好新聞就對了 對 好啦 就這樣 謝謝